洛洛说电影带你走进电影的世界 女人穿上丝袜,她动作麻利,没有丝毫卖弄风情 却在偷看的男孩心中掀起巨浪 女人察觉到男孩的目光,朝门缝看去 两人四目相对,男孩落荒而逃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 三个月前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 那是1958年的德国 15岁的麦克在大雨中晃晃悠悠的前行 他很不舒服,呕吐不止 女人发现了他 他熟练地帮麦克擦拭额头,清理呕吐物 被关心的麦克忍不住落下的耳泪 女人又抱住他安慰,孩子没事的 但麦克好了一些,女人将他送回家 并嘱咐道,好好照顾自己 女人温柔关怀的身影深深刻进麦克的脑海 回家后,麦克就被隔离了 他患上腥红热,需要隔离治疗几个月 三个月后,麦克好转 他带着一束鲜花去感谢女人 女人正在熨烫衣物,动作缓慢而专注 面部没什么表情,看起来冷冰冰的 对于麦克的感谢,他客气两句便不再言语 只有麦克提到不喜欢读书时 女人抬头看了他一眼 麦克有些尴尬,正准备离开 女人叫住他,我和你一起走,该上班了 麦克在门口等他,他在屋里换衣服 麦克知道自己不该偷看,可就是没忍住 四目交接的刹那,麦克愣在原地两球 反应过来后,羞愧逃离 可女人的身影始终在麦克脑海挥之不去 他甚至来来回回去坐女人工作的电车 在车上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女人倒是淡定很多 他从容的售票,似乎都没注意到麦克的存在 一周后,麦克忍不住又站在了女人门前 女人看到他没有生气 只是面色如常地让他去楼下提两桶梅上来 麦克一颤子下去,没对涌动 他咳嗽着回屋,脸成了黑眉球 女人看到这一幕笑出了声 接着说道 你不能这样回家,把衣服脱了 我给你放水洗澡 麦克犹豫地脱衣服 女人让他放心,他不会偷看的 可刚说完,他就微信脸子 光明正大地看起来 两人再一次四目相对 麦克害羞地钻进浴缸 洗完女人拿来了浴巾 而浴巾背后是他一丝不挂的身体 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 这次之后,麦克每天期待着和女人的见面 他一放学就飞奔到女人家 坦诚相见,风光无限 第四次相见,两人得知了彼此的名字 女人名叫汉娜 她对麦克在学校学的什么很感兴趣 麦克最近在学一个剧本 她将剧本读给汉娜听 汉娜夸赞她很适合朗读 麦克嘴角欠着一丝笑意 她曾以为自己做什么都不行 与汉娜的交往让她变得阳光自信 在学校也受欢迎起来 麦克越来越喜欢汉娜 一天她去坐电车 汉娜在第一车厢 她却上了第二车厢 因为第二车厢没有人也没有司机 她以为汉娜会来到第二车厢给她一个吻 她等待着一个吻 汉娜却冷力生气地关上了门 她以为麦克是故意装作不认识她 两人大吵一架 汉娜还放下狠话 让我不开心你还不够格 你对我还没重要的那个程度 麦克难过地离开 坐在走廊哭了起来 她太看重这段感情了 最终她还是服软主动道歉 解释原因 她很在意汉娜那句 你对我不重要 直到汉娜承认那是气话 麦克才放下心来 解开误会 汉娜提出 我们以后每次清热前 你先给我朗读吧 这之后 朗读成了他们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汉娜是个注意力集中的听众 她会跟着故事情节 哭倒在麦克怀中 或是支着毛线 哈哈大笑 还有时会躺在床上 挥舞着故事情节 她沉浸在故事中 麦克沉浸在她的多愁上感中 夏季来临 麦克卖掉自己积攒 许久的珍贵邮票 邀请汉娜一起去隔壁城市旅行 他们一起骑着单车 在田野间穿行 惊慌的田野 见证着他们的爱情 汉娜回眸的那一刻 更是成为麦克一生的珍贵回忆 他们在小镇上吃饭 服务员递上菜单 汉娜看着菜单陷入慌卵 麦克问她吃什么 她挤出一个微笑说着 和你一样 沉浸在快乐中的麦克 没有察觉到汉娜的异常 吃完饭 店主客套地说了一句 祝你和母亲用餐愉快 麦克没有用话语反驳 而是当众亲吻了汉娜 两人继续前行 路过一间教堂 汉娜停了下来 她坐在教堂中间 听着孩子们的歌声 眼泪速速而下 麦克望着这个多愁伤感的女人 她的善良敏感 如此令人着迷 麦克为汉娜写下一首诗 汉娜让她读给自己听 麦克却说 现在还不是时候 以后我一定会老读给你听 可这句承诺 最终成了一句空话 新学期开始 麦克的班级转来很多女生 同学苏菲漂亮 热情 对麦克颇有好感 麦克对苏菲没有男女之情 但被一个大众女神喜欢 还是满足了麦克的虚荣心 她不再像以前一样 想将与汉娜的关系 昭告天下 而是埋藏心底 他们的关系也开始失衡 直到那天 矛盾彻底爆发 那天 汉娜接到领导消息 她表现很好 要升职在办公室做文员了 本来升职是件喜事 汉娜却显得忧心忡忡 正逢这天 又是麦克的生日 朋友为麦克准备了生日惊喜 可麦克答应过 要给汉娜老毒 她拒绝了朋友 去了汉娜家 期待着汉娜记得她的生日 汉娜却因为升职的事 没个好脸色 两人大吵一架 麦克厌倦了总是道歉 每一件事都按照汉娜的心思来 那她算什么 汉娜到底有没有在乎过她 这一次是汉娜服软 主动示好 两人极尽缠绵 事后 汉娜让麦克去找朋友玩 她的生意里蕴含着许多说不清的东西 让麦克反复回忆 她不放心地回来找汉娜 汉娜的家却空了 她毫无挣扎地离开 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再次见到汉娜 是在八年后的法庭上 那是一次对集中营犯罪的公开审判 麦克作为法学高材生去旁厅学习 就是在那时麦克才知道 自己深爱过的女人是纳粹刽子手 汉娜出生于1922年 现年43岁 17岁时去的多国柏林 曾在西门子公司当女工 21岁时通过招聘 成为了纳粹集中营的看守 法官让人将一本书放在汉娜面前 问她是否读过 汉娜承认读过 法官接着说 作者是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 她小时候和母亲在集中营待过 她在书中描写了一种挑选过程 每个月结束劳动时 会有60个犯人被挑选出来送去处死 这是否属实 其他看守全部否认 只有汉娜痛快承认 还说当时看守一共6人 他们每个人会挑选10个 他们每个月都这么干 汉娜不觉得这有什么错 这只是她的工作 她甚至反问法官 换了你你该怎么做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 法官沉默 再次庭审 法官传唤了幸存者 幸存者当场指证了6个看守 提到汉娜还说 她和其他看守不一样 她有自己的喜好 专挑年轻的女孩子 她给他们食物 还安排睡觉的地方 到了晚上 她就把他们叫到身边 让他们读书给她听 一开始很多人觉得 这位看守更有任性 更善良 她还经常挑那些体弱多病的 看起来像是在保护他们 但后来她都送走了他们 听着幸存者的指控 汉娜压抑着哭声开始颤抖 旁听习的迈克也震惊地回身颤抖 第二个幸存者接着指控 那是一次死亡之旅 受害者所在的集中营要关闭 几个看守压着他们去另一个地方 路上几近一半的人死在雪地里 某天晚上 他们路过一个教堂 他们觉得很庆幸 因为终于不用露宿了 所有犯人睡在教堂里 而看守住了更好的地方 牧师的房子 半夜时有空袭 教堂被击中了 房梁瞬间燃烧起来 火光向地面冲来 所有人振作一团涌向大门 可大门被反锁了 直到教堂被烧毁 也没有人来开门 所有人都死了 三百个人都死了 只有女人在这场灾难中活了下来 法官问汉娜 为什么不开门 如果要避免你会被判断 你会被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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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汉娜这副模样 台下的迈克沉重地低下头 谁会想到曾经善良温柔 连听孩子唱歌都会哭的女人 会是个残忍的刽子手 往日的美好在迈克眼前分崩离析 她无疑还是爱汉娜的 可当她去了汉娜曾工作过的集中营 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受害者邪外 和一排排焚化炉 她不能爱她 甚至要恨她 迈克通道麻木 她不敢对任何人说心里话 甚至不敢让人察觉她认识她 就在此时 另外五个看守联合指控汉娜为主管 不开门的决策是汉娜一人决定的 他们还用一份汉娜手写的报告作为证明 汉娜极力否认自己是主管 法官让她现场写字 做笔记鉴定 汉娜几次欲言又止 还变得坐立难安 最后颓然说道 没有这个必要 报告是我写的 汉娜始终没有动笔 这一幕让迈克回想起曾经 她为什么一直让迈克给她朗读 自己却从未看过书 为什么看到菜单会手足无措 为什么没有接手西门子公司对她的提拔 而去当了看守 还有八年前的不辞而别 这一切都是汉娜在隐藏一件事 那就是她是文盲 迈克再次陷入纠结 她要不要说出真相 如果说出真相 可以帮汉娜减刑 她会毁了汉娜一直维护的自尊 虽然她不理解汉娜的自尊 不理解为什么汉娜 为什么宁愿认罪 也不承认自己是文盲 难道做一个文盲 比做一名罪犯更丢脸吗 她心中满是疑惑 她向教授询问该如何去做 教授告诉她 不妨和那个人聊聊 迈克做不到 她怎么和一个柜子手交谈 教授继续说 我们的想法并不重要 唯一重要的是我们的行动 如果你们这辈人 不从我们这辈人吸取教训 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听完教授的教诲 迈克来到监狱 想见汉娜一面 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退所 宣判日法官宣判 其他看守被判四年零三个月 汉娜为主谋 终身渐进 汉娜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局 迈克则陷入一生的愧疚 她怀着秘密生活 无法对任何人真诚 敞开心扉 这几乎毁了她一辈子 让她无法和别人 保持长久密切的关系 就连和骨肉相连的女儿 也是如此 1976年 离婚后的迈克回到家乡 当她看到以前的藏书 做了一个决定 她用录音机 录下老毒的声音 借给汉娜 这让汉娜本以绝望的生活 焕发生机 她甚至做了一个决定 从图书馆借书 逐字逐句地听声音认字 1980年 迈克收到汉娜的第一缝写 感谢你的录音带 孩子 我很喜欢 孩子 多么熟悉的你称 迈克看着信 情绪复杂 但她从未回过信 只是一如既往的记录音 直到1988年 汉娜被监禁了22年后 工作人员打电话给迈克 汉娜要刑满释放了 她在狱中这么多年 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 你是她唯一的联系人 出狱后 她需要一个地方住 和一份工作 你无法想象 今天的世界 对她会有多么可怕 我无法请求别人 如果你不对她负责 她将没有未来 怪断电话后 迈克第一次去探监 时隔30年 俩人再一次四目相对 汉娜试探性地伸出手 迈克握住她的手 一刹那又收了回来 迈克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你有回忆过在集中营的事吗 汉娜红了眼眶回答 在审判之前 我从没想过以前的事 认为没有那个必要 迈克追问 那现在呢 汉娜有些不知所措 只能用愤怒掩饰自己 我怎么想根本不重要 人死不能复生 迈克不知道继续说什么 眼神流过些许失望 她匆匆结束毁灭 临走前连个拥抱都没有 出狱那天 迈克帮汉娜安排好的房子和工作 但她接到的却是汉娜的死讯和遗书 汉娜根本没收拾过行李 她就没打算离开 她将所有存款留给迈克 让她帮忙转交给大伙中 唯一幸存者的女儿 这是她的赎罪 幸存者女儿却无法接受这笔钱 因为接受了就意味着一种赦免 她问起迈克 你们是什么关系 迈克第一次在任前承认了 与汉娜那段感情 和汉娜对她一生的影响 说出这些话 并没有迈克想象中那么难 迈克没有为汉娜的罪行开脱 只是诚实地诉说了 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最后幸存者女儿 接受了汉娜存钱的罐子 她幼时在进入集中营前 也有这样一个罐子 里面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但罐子本身承载了她童年 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至于钱 她让迈克捐给犹太嫂文盲组织 做完这些事 迈克如是重负 1995年1月 她驱车带女儿来到那所 曾让汉娜落泪的教堂前 汉娜就被葬在此处的墓地 每天都能听到神圣的歌声 迈克在汉娜墓前 对女儿讲述自己的过往 她终于能够敞开心扉 坦诚地活下去 朗读者是由 史蒂芬·戴德利指导 凯特·温斯莱特 大卫·克朗斯主演的剧情片 改编自德国作家 本哈德·施林克的同名小说 小说出版于1995年 曾先后获得汉斯·法拉达奖 世界报文学奖等著名奖项 是第一本登上 纽约时报冠键的德语书籍 众所周知 名著改编电影很难出彩 终于原著会让人认为 其缺乏创新意识 且过于保守 但改编过大 又会被骂回经典 把握其中的度是很难的 史蒂芬·戴德利却做到了 影片一经上映 揽获当年几乎所有重要奖项 还获得第81件奥斯卡金像奖 包含最佳影片在内的五项提名 女主角凯特·温斯莱特 更因此拿下最佳女主角桂冠 影片主题复杂 有爱与背叛 战争和反思 更有人性的矛盾和法律的思辨 看完之后 我们无法单纯地去评价 某个人或某个行为 而是被厚重而悲壮的历史所感染 为每个人的命运和选择深深动容 洛洛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原著 它值得我们慢慢品味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想看更多的电影解读 记得关注或举第一时间更新哦